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青豆卡拉西 我是青豆 今天给大家交个作业 这个是我之前播种的焊金棉 这个种子经过我们人为的催芽之后播种的 现在已经长得不错了 叶子也有好几对了 但现在叶片有点出一种微微发黄的状态 说明我们需要给它施肥了 因为现在是它生长旺季 生长的速度很快 想让它长得更好更快 我们就需要给它足够的营养 一般这种幼苗施肥 我会用这种液体肥 然后配合这种缓氏肥 那么有朋友就会问 为什么不用复合肥呢 因为速效复合肥的肥效虽然快 但是幼苗掌握不好比例 容易烧根 然后液体肥容易吸收 然后缓氏肥 又可以持续均衡的给它养分 所以更适合这个幼苗 液体肥的话 我会用这种通用型的水龙肥 然后调成这种1比1000的比例 这个呢是我调好的 直接浇上去就可以了 盆土表面记得要少让缓氏肥 一般的种1克勺 1克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能让它养分 更加充足的补充 补充完营养之后 我们要记得把它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去养分 这样能避免叶片土长 然后它现在长的叶片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给它吃那种磷酸二轻甲 关于在汉金连的后续养肤呢 我也会继续和大家的更新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